下一场的BP马上来了 哎蓝色方依旧是UNICON 红色方依旧是TSM 没有选择换边 对 搬人的话 双方在前面四手也是跟上场一模一样 那之后的话看一下考不考虑 搬下这一 直接搬布隆 布隆啊 可能他觉得 呃刚有出现上马MVP吗 没有 没有我刚才想的话 MVP其实TSM好像很难给 想了一下其实 我感觉如果真的给 中单也可以 然后Double Left也可以 我觉得给辅助的话也可以 因为他两波上路的话 就是在第二波上上那个大招 放得很关键 很有意思啊 这边UNICON是把布隆给搬了 然后自己一抢了一个NAR 可能他们这么想要 上次月塔最大的问题 布隆反手能力太强了 把布隆搬了 把布隆搬了 但前面的话 最少UNICON是选择自己先抢NAR NAR的一个先手率 还没有到达这样高的一个地步吧 然后反而这的话 TSM反手是拿着酒桶加锤石 下路的话 对于AD的选择就比较多了 是 这边的话拿了一个酒桶 要教你怎么玩酒桶 对 然后反手的话 UNICON是可能要考虑拿糖了 是 这感觉阵容有点呼唤的味道了 对 要不上面两个对标的位置 再换一下 重新回到刚才一场比赛 这边的话 UNICON是拿了两个刚刚对手的一个英雄 UNICON这边选了手塔姆 那应该是Double Lift 不可能再去选择用寒冰这样的英雄 下路需要怂了 封锁了 对 这边 SAMUS的话 很有可能会拿个下路偏后几点的英雄 有点保护能力 而且的话 泰克塔姆其实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Counter对方的一个辅助锤 确实 SAMUS果断的确定了 而且这个瞎子是一个描显的状态 对 蝦子英雄其实 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 在一个周际赛的话 也是被大家频繁的使用 但其实效果都不好 对 效果真的都很一般 SAMUS就是因为版本比赛活了太长的时间了 大家都摸清打蝦子 到底有哪一些套路 是 就关键什么 大家对于视野上的把握变得更全面了 所以说瞎子前期不一定能抓得到人 而前期抓不到人的话 他开团一旦失误 这个英雄到了后期作用就很小 之前一个版 就蛮 还有之前吧 应该是 就盲森的大招不是削弱了一个 砍了一下cd 就更加拖沓了盲森 第一个大招 干客的一个节奏了 如果干客不成功 那就 就不成功变成人吧 变成人 就不成功就直接变成人了 对 双方 对双方在前面的时候 郑永已经确定了 在第二轮搬成情况下 天平率先搬掉一个老鼠 还有妖姬 然后对手的话搬掉水女和辛德拉 这边看一下 天下我们在一个蓝车方 要把康特会留给谁 难道还是给WF的吗 但这手的话 韩冰感觉不能拿了 因为对方出塔姆意思很明显了 绝对是不可能 对 我拿个塔姆 你再拿韩冰你就过分了吧 不不不 我就瞧不起人 我打韩冰的 就瞧不起人 就投铁 看一下 那也没话说 WF就说 我说 WF说 你选塔姆 康特我韩冰是吧 那我就大你 你能吞自己吗 可以 对不对 这也是没话说 这个大师兄真的有点 头铁 真的头铁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太自信了 真的自信 就我们知道就是在塔姆 这个英雄是完全康特韩冰而存在 你先手大招 你大谁 我直接一吃就可以了 是 最后一手的话 尹尼库这边率先拿了一个飞机 哇 比尔森这个要拿龙王了 有点意思了 这的话中单打飞机 其实现在中单能打飞机的英雄也不多 对 发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他们的这种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拿发条 在一个中期的配合上会有点问题啊 对 更多的其实拿一个爆发更强硬力一点的 或者说你有一个带能够在边缘机缘能力的 还是发条 还是发条 对 但是以前就是有人问我职业战斗的发条和九统好像说 就问教练说 哎到底有什么比赛中可以一起选 对 有可能就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九统的大招先起到一个就是流人过来的效果 然后发条再流再斩杀 对 之前我也听过有这种说法 就是起到一个快速就是让对方减缘的效果 对对对 迅速分割战场 迅速分割战场 然后再通过你其他几个点的一个牵扯 然后让战型阵型变得比较简单 对对对 是而且他们这个搭配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冒险的选择 你一定要配合的好 对一定要 如果配合不好的话就会出现那种尴尬的操作 咚咚弹来弹吃 就之前接到过什么 就是上单是个波比 然后中单发条 波比一个大打起来发条打好 全孤 就什么都没了 也有见过真的就是九统一个大招 然后配合发起来一个完美大招 然后双大招过去 一个都没打到 就九统把别人全部都炸散 的确但在我们职业赛场上毕竟我们现在是周级邀请赛对吧 这种失误应该不会有 现在欧美大战的最后一场了 这样的失误肯定是少只有少 对 其实TSM这个阵容选下来看起来就是有点啊 真的是很传统的比赛阵容了 你像各个时间点的发力点都有 大团上面先手反手都是存在的一个 是 TSM真的很稳选择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选手很自信啊 在对手选了一个TOM的情况下 WF的 就立刻选爱希 真的 唯一一个可能说 在BP上面没有做的比较好的位置 就是WF的这一手自信 是的 那就看这种自信在比赛里面能发挥出两样的效果吧 是 现在的话双方在第二场比赛 刚刚最后一手的一个发条选择也是 现在在面对飞机的对线能力上也是一个比较不惧怕的 发条在前中期的时候其实在推线能力上 还有一个线上消耗都是比飞机要强一点 对 而且看了一下Doublelift这一场 就其实上一场它的一个超远距离的水晶舰的命中率是很高的 对吧 它有可能是这么想的 就自己的我反正我远距离的大招嘛 你反正塔姆不可能天天在周围每个人身边转的咯 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像飞机 螳螂这样自己自身也有位移技能的 不太好去命中远距离的大招 是你看现在UNICON他们这边一个中路一个打野一个上单 三个英雄都是有位移 然后自己下路的话有一手塔姆 其实它这个选择 我说实话如果双方的战队的水平真的是完全差不多情况下 他这个选择是完全很冒险的 对 完全是堵了一手 真的是堵了一手 就是大师兄有脾气 对 就真的说大师兄的脾气有点火爆 他这个选择如果放到一个正常实际差不多战队选择的话 只是要逼掉 就是说他真的要逼一下 在1分40秒做一个入侵也是现在版本很少见的 也是看到对手的这个打野堂堂在前提比较弱 直接被套了一手虚弱 然后交掉一个散线 这个图也是铁啊 这个图也是铁啊 这个关键是F6没有反掉任何一个啊 反了一个 反了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是眼 没有反 那个眼 我以为垂时这一个是反掉了一个 是一开始A的那个眼 但是他们这一波是成功了阻止了对方的一个 帝王室开局吧 就刚刚也是看到UNICO他们是想一个帝王室开局帮助他们的打野 是的 就是逼迫你让你不要开野这么舒服 而且有准备是让ZIVEN这里去偷对方的蓝buff 是 这是没视野的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因为现在在基本上如果选到堂堂的话 在一个蓝色方案情况下 其实大部分都会选择一个帝王室的开局 对 但是为了阻止帝王室的开局 牺牲Tuffle Left的一个闪现 这个好像 这个 但还好前期线上也打不起来 毕竟塔姆这个英雄前期也没有说有什么绝对性的压制力 是 下路二级勾到了 是直接一个点燃套上 但是对手自己的一个爱心没有闪现 也不敢太冒然往前冲 时间点抓得很好 塔姆只有一级 因为塔姆去帮了刷野的 是 刚刚为什么大师兄害怕呀 对手一个虚弱在之前已经交过了 而且自己的对手的一个AD是完全被打残的状态 他还往后撤 又勾到了 看一下再一个1扫过来 继续往前拉 直接打残 要已经扣完 哇 这的话下路去那种前期感觉已经有点小崩盘了 因为我们说就是塔姆这个英雄 他前期没到两级之前 就是到两级之后的话 保护能力会很强 是 但问题就是在一级的时候 他的一个对拼能力也不够 而且螳螂单BUFF开局炸了 现在芒森这个位置到过来 先跃一波塔 然后直接螳螂是赶不到的 对这一波看一下如果塔在防 如果小兵到防御塔下的话 直接提皮下来最稳 塔姆一枝 最稳 先看这一手先勾到这边的进 第一时间吞 到二了 这里的话抢了一个二级 到了 但是最后血量不够啊 还是被塔下要秒掉了 暴死给口治疗反手 这里上单那儿还下来 说实话 TSDM这波月塔的抗塔 就是 我说UNICON要好好学一下 对 就是一个教科书版的抗塔 真的是教科书版的抗塔 而且我觉得UNICON这个ADC的话 他的走位 有点问题 有点吸勾 有点磁铁的味道 万磁王的味道 是 有点磁铁的味道 他这个真的磁铁 他连续三个勾 勾到他三下 你能说是对方的一个辅助太稳了吗 你看 这部其实AD有一点做很漂亮 他在抢二 他在清兵抢二 对 让塔姆到两级 但问题就是到两级也没用 吐出来还得死 是 而且我其实说实话 刚刚的TSM这个月塔 如果说九筒 他做的更完美一点的话 他会等小兵到防御塔下 然后他TP到那个小兵 是 他会GX这波会更稳 就是保小兵嘛 而且对方是到不了二级的 对 天底来说现在这样看的话 其实 TSM下路有点炸了 但是这边直接是想过来抓 比尔森比尔森 很果断地交出自己DF2连 这波不交估计来不及 因为螳螂前面在那个野区 只要先手给到他一发减速 这只要被动A到一下的话 很有可能会走不掉 对 现在的话 刚刚一波下路月塔强杀 是让九筒拿到两个人头 而且九筒很自信的回家出了一个黑暗封印 指环王吗 这毕竟现在三多篮就不能有那个 就是已经是唯一被动了 对 加个黑暗封印 但是他没买药水啊 这个感觉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吧 这个没买药水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 钱不够 真的钱不够 补下篮量 现在经济上的话 已经有一个1000多领先 而且是在一个一塔 一座塔都没有推掉情况下 现在其实塔姆等级起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对于TSM来说 就不要去消耗AD了 就是打塔姆血线 对 把塔姆血线压低了 然后塔姆就不敢随便上来 就在边上疯狂赤人了 嗯 近最难受的还有他等会面临着 如果TSM一直推陷 他现在补到已经落后很多了 对 这边的话是一个探照果实 照到了对方的一个螳螂 继续过来抢这个大野怪 很凶 因为这边的话 上路以及中路 其实TSM这里是有一个优势的 他们是可以先手过来支援的 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 对于自己本身的打野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好入侵打野一个信号 是 发跳的这个英雄 其实本身的对线能力并不强 但是在面对飞机的时候 他有点相克的味道 对 飞机显示清线速度 或者说他一个对拼能力 其实感觉都不如发跳 对 从这一波兵线推进去之后 看一下盲森这个三角草的位置 应该是想跃的 看这个B线 纳尔的怒气 纳尔怒气 这个 直接逼闪现 他这个闪现其实交的也挺稳 他这个闪现交的意义是 但是 他直接看到 应该他直接看到斯基文的那个位置 所以有一点点 但是 九筒的大招是往回炸的 那个位置 冰线也没有进塔 他闪现感觉 一刻 害怕害怕 心里很慌张 先交一个闪现 试探一下对手 先交个闪现 好吧 刚刚那个闪现 完全没必要交 根本就不用交 对手也是完全杀不了他 而且在塔下的话 是会被他反杀的 冰还没到 对 这把盲森前期节奏还挺好的 因为首先的话 入侵了几卧螂野区 而且自己中单跟打野的联动 这个蓝可以反掉了 螳螂在下半部分野区 哇 这个 来回反的这几个 蓝buff 就目前看下来 就是 螳螂是没见过自己家蓝buff长什么样的 长什么样的 没见过 就是连看都没看到过 是 而且飞机这个英雄 其实在面对对手 是一个发展情况下 他还是很需要蓝buff的 其实这场比赛 从现在一个节奏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UNICO这边的蓝buff 是很难能够拿到 可能之后再也见不到了 对 现在如果说上路再持续给压的话 上路一塔如果破料的情况下 蓝buff真的是永久不见天日了 嗯 而且他盲森的一个刷野路线来看的话 其实他也很方便他去反对方的蓝 对 反完蓝然后再回家拿红 然后自己的蓝过一会再刷新 很稳 这边的话是知道 那没有闪现的 这波位置 久等先清线吧兄弟 直接选择墙上了 一个大招炸一下 然后等线吗 不用等了 直接摸眼 一个q 往哪跑 这个是完美的配合了 这根本走不掉 就勾塔姆 意图很明确 给减速直接灌伤害 塔姆的灰盾 还是起到了不少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后续的话 这边继续往前追 W4没有交大 是 确实他的一个加点 就是一个q1负点 对 这也拼医学塔的速度了 这的话感觉 应该还是TSM来的要快 应该是TSM最先推掉 可是说实话 UNICAL如果能把这个中路一塔推掉的话 其实还是挺值的 挺不错的 这个决策上做的是非常好的 中路一塔 一个战略意义来说的话 是大于上路外塔的 对 起码发条在面中路一塔推掉的情况下 他自己的这个线要守的就很长了 他没有办法去游走 受限于兵线嘛 是的 但对于TSM来说有一点好 上路推掉之后 你能更加保证你去入侵对方上半区的野区 就现在的话 就首先蓝buff以及蛤蟆 现在都是由这三分控下来的 所以说之后的话 如果上路塔持续给到视野情况下 他们首先拿下骨圈风方面 第二 再入侵野区的话 还有可能会在野区抓你人 是 现在的话 在经济上已经拉开到一个3000 这比上一场 拉到3000的速度还要快一点 然后TSM这边是中路推完线之后 看到他们的辅助也是游走到了一个对方的野区 把对方的视野布控一下 拆一下 十分钟马上就要到了 小卫星风已经刷新 这个tips还挺有意思的 这出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英雄登场 但是这个道理是英雄 我感觉是只屎克狼 有点像 我真的觉得他长得很像屎克狼 这边是上路先射线来到凤龙的位置 稳稳的拿第一条小龙 的确前面的数据我们还依稀的记得 对 TSM这边的一个伊龙率比UNICON多67% UNICON是零 UNICON其实是不太爱 对于去注重野区地图资源的一个抢夺的 直接一个一技能 这也是因为上路线的原因啊 率先的推到对方塔 现一期就可以自己去资源边路 现在从各线上来说全都是TSM的一个优势 是 感觉局面对于UNICON来说现在已经有点难打开了 下路这里也是一直要处于球稳的一个状态 而且竞这个英雄一旦是队伍处于劣势一个状态 他很难去打开局面 关键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在他们一个Siri装备都没有成型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一个开船手段啊 塔姆要开车了 刚刚这个位置看一下 一键射到了一个塔姆 然后这边摸眼先一个一技能再一个大招踢回去 连被动都没有开出来就直接被秒 然后这边呢那TP下来是直接被垂石 逮到机会 闪蟹都没有交流被勾死 九童大招还封路 这一波就反正你怎么样都是死了 对 这真的是怎么都走不掉了 侧宜的话这里再过来给阿里 还要拿你的中路一塔 这一峡谷前锋过话感觉也是TSM囊中之物 下子应该又是solo了吧 给上虚弱看一下进的这发 这个 拉了一个大招 反手这一进的大招流人效果其实还不错 但是没有后续的技能跟上 哇这的话还精准的命中到了 闪蟹躲一下这里的致命滑彩 Skeven这什么伤害怎么这么恐怖 是啊 怎么就消失不掉了 兄弟 这边一个异人一个大招 把减速看这个灯笼 能否让艾希拉过来 但是你拉过来的话 对手可能会直接跟闪现逃 再对手一跳 但是 Skeven又过来了 他为什么不需要闪现啊兄弟 前面的位置没走到墙边 他怕闪现撞墙吧 他其实早就闪现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你看 刚中路这一波回放 这塔姆先开车的 就带着 没带进过来吧 没有带进过来 自己开那个死亡列车 他带的是那个螳螂过来 对 但是 直接被熊筒的一个异技能顶在天上 直接就秒了 然后特意关键上单 那儿被勾住了 往哪儿都走不了 那儿也不适合闪现 然后刚刚那一波 在红buff处 杀对方的AD也不适合闪现 AD早就可以闪现到这个收入人位置的 对 就感觉其实真的有点贪心了 心态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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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还要杀 哎呦这个Q还好没中 中的话不然这波又要出事 而且是发条没大招 有大招的话也死了 对也死了 这发条的话只要等着到达11级 他的CD会变得很快 兄弟你让我看一眼蓝buff吧 我就看一眼 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也没什么办法 看到了也不是你的 这边又开大了 直接一个带着进 到了一个中路 但是对手一个反向逃跑 要配合一个上单和辅助 要继续上了 发现一个大招 在后方拉住两个人 还好伤害是直接灌死一个大招 宣炸到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能够跟上 关键这一波是抓住doublelift的一个人 在下路的一个情况 一多打少 但其实也仅仅留下了别尔森一人的情况 看这边的话摸眼 这个QQ到的话要死 还好是极限距离没有Q到 大师兄能把下路的一坛给带掉 就doublelift前面也没有使用 这个侧面 我的天 这还好是拉住 侧面的话伤害感觉应该不够 直接溜了 直接溜了 没技能呢 对 这一波 Skyren的这个王森玩的是真的灵性 很毒丸的 就是你发现哪都有他 真是哪都有他 其实这把的话 瞎子也是完完全全打了一个大顺风 就伤害个人单点已经完全起来了 看这边的话 发条是在侧翼被W定住 被这个致命华彩定到也没话说了 是 所以活活点死也没什么办法 大了五个人 你可以看到就是五个人的力量去留 比尔森却五个人都被打成了残血才留下他的 是的 就是现在的情况下来看 如果打正面团 因为那个unicom这边是没有任何的胜算的 而且就突然打着打着怎么经济就已经拉到5000多了 对 这还有点恐怖啊 而且是在峡谷情况没有被拿的情况下 而且防御塔其实只差一个 现在其实第一补刀上的差距 两边AD的差距太大了 足足差了有40多刀 更多的是 近的话他是想配合队友做一个功能性的AD 帮助队友打伤害 但艾西的话就射一剑 发现没射到 那你们打吧 我先去发育了 对 就其实现在两边AD的一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节点继续往下拖的话 对于艾西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是的 下路的话看到野斐是直接先到的侧翼 也要约塔杀对方的一个 九筒吗 一个一技能定住 不 这个很灵性但是还是被W定到 这个位置没有走了走不掉了 闪现已经没有了 啊完成了一个下档还不错 下午先锋拿了可以直接推中路 感觉二塔克一路rush下去了 这里确定不回去吗 看打野 而且进推他很慢 打野是来到上路 中路两个人推中路 他这样想的对 配下午先锋推上路 垂时和发条去推中 狭狗先锋带着 搬着WF推上 对马上要红了 这波感觉亏了 这波真的亏了 杀个九筒不赚的 这不杀个九筒 反而是让自己这边亏到了两座防御塔 虽然用一个防御塔补回来了 但是其实从经济层面这个点来讲的话 是完全亏的还亏了几百块 对 这一场比赛感觉UNICON 感觉他们怎么还是有点奇怪打的 他们这个阵容也是需要稍微的发育一下 因为他们在中期的时候 没有一个稳定的开团点 你纳尔装备不成型的前提下 开团太不稳定了 没错 终于算是抢掉对方加一个蓝buff了 这的话也是得益于中塔破掉之后 带来的一个收益 一个俯伤 但是距离不够 Ceres是吧 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 他这个团囊前期节奏一直处于被压的一个状态 等级也不高 等级不高也是单buff开的一个情况 而且 Skiren一直包括下路的一个月塔 还有各个反蓝的一个选择上 都做得比螃蓝更多一些 是 就这把盲森 关键节奏也起来了 就我们怕什么 就是盲森 有盲森的队伍 人头全在盲森身上 这到达中后就是会不利的 但还好这把人头的一个分布 盲森有 上单以及中单多少都是有 是 全艾希没有 但艾希他补到多啊 对 他没人头发育好啊 对 就现在的艾希的一个装备 是明显要比进好上不少的 因为首先一个团队的经济 再加上他单点的一个发育 上路二塔也没了 现在对于上路的兵线来说压力很大 这边的话对手了红buff 盲森这边是有意图去抢 塔姆看了一下一个盐 是不敢后续 但是盲森惩戒是属于一个C状态 但是 这个红buff回血了 回血了 点一个暴力果 回到安全位置 先看团队怎么打 现在近在团队中的一个收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 很难团队中打出出出 这边要抢 这波 这边 E上来 Wlift还在下路发育和带线 所以其实也只是一个反蓝而已 不会再去深追或者是开团 是 而且刚刚九筒他也没有说 E到别人之后直接放大招 如果放大招把飞机炸回来的话 飞机最起码要交双招 对 感觉TCM一点都不急 还想让大师兄发育一会儿 再玩一会儿 因为初时代 TSM阵容他们拖得起 他们后期还有个发条 但反观就是UOL这边的话 他们的一个阵容到达后期 没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点 纳尔路气很好 但是这边 上大就用TP保了一手 如果没有这个TP的话 感觉 可能要大师兄就要被对方呆杀了 对 可能要被追死 纳尔变大之后的一个能力 感觉一跳直接就可以秒了 对 跟准备一个众带一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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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现在这个两戒套在面对对方没有一个任何魔抗的情况下 已经伤害爆表了 拉到对方的C位就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是的 上龙这边发条继续往前带线 现在大龙也刷新了 现在大龙这个节点刷了之后 其实两边还要刷新了 这边还是可以考虑去做视野的 入侵一波 这波的话感觉可能要过来绕 一只剑先手定没有能够定到人 但好歹也是逼掉了一个闪现啊 是的 我觉得感觉这个爱希的确是像树鱼说的那样 就是盯着你 不设你其他人啊 我就盯着你塔姆射 秒了你塔姆再说 好 这边三个人 利用一个小兵 想做一下位移 但后方一个TP 逼退了他们一个 知名滑踩没有定住 这个TP没有TP下来 在知道你一个上单没有TP的情况下 贴他们是直接五个人 结合暴塔 暴团要推对方的一个中大塔 一个大塔 拉住三个人 直接全部残了 这个位置再拉一个辅助 你往哪吐往后吐回来 然后折捅一个大招 直接逼出对方的散现 而且对方一个 AD和中路完全一个残血状态啊 还要在后面阴着开大招 这比尔森这个大招拉得太急嘴了 是完全没有想到 点下下变大了 直接二段位过去 一个大路定住 能否推到墙上 可以了 后续上海跟着汤笼过来 直接收掉这个人头 还不错这一波 打了一个一换二 打了一个一换二 这个教练现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我的头发 都白了 我的头发 也不用白了 马上就是光头了 头发都去哪了 这边 带着导弹猫过来 闪现过去追 收掉这个人头 后续导弹 还有一个导弹 再一下 够不够都要死 Double Kill 这一波的话 是看到 云丁口完成了一个一换四 直接过来打这条大龙 而且这个选点 对方的盲森 是还好这个距离 有一点看他们打的速度 很关键啊 盲森这一波 而且云丁口这波 如果能够拿掉这条大龙的话 很有可能这把就是一个 翻盘的开始点 哇这巧人 这一波我的天 兄弟 这十年点 还杀了一个 我的天 还利用一个Q杀 把对方的一个 PG给终结了 很奇怪啊 就是SKIREN到达的 SKIREN到达的这个位置 正好这个雪龙的血线差不多 而且他下去的那一瞬间 虽然说UNICAL 感觉有挺手 但是我觉得就是 太晚了 就给他机会嘛 对 这一天三雪的时候挺手 正好给瑕子斩杀了 对正好有给他机会 你知道吗 就很奇怪 偶心伤害网上里面应该 对 对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个虾子先提前预定一个MVP 对 先预定一个MVP 先预定 对 这MVP已经预定好了 只要比赛赢MVP就是他的了 是 因为这一波真的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他如果不抢掉 而且不把对方的一个五个人头的飞机终结的话 对方这一个大龙拿下来 是完全有机会在这场比赛上完成一个逆转的 对 就整个局面全反过来了 关键是下一条小龙刷的还是一条火龙 是的 拿到大龙的话火龙也是他们的 又是射塔姆 又是射塔姆 只要一个夜 一个成绩就没了 这UNICO这四个人 如果他不停手的话 不停手说不定有机会 直接拿了 对 飞机还有一个AD的那个伤害 把暴击打出来 这前面真的是很奇妙 很快 你看到盲森那一弹Q下去中了之后 他二弹Q下来那一瞬间 所有人就看着他 对 用一靠的人就看着他 而且都不 也没有什么技能给他 就真的是 我就看着你 而且我想象中应该是 就 SKRAM如果下来停手可以 那所有人急火 他会给他吃控制 是的 关键是 就打都没打他 他的血量都没有 掉得很快 然后他就是下来 还让他很轻松的 打了一个A和E 然后再插眼上去 这个就感觉有点随意了 现在的在一个外 防御塔情况下的话 运力后的外塔 全部都已经被TSM拔掉 而且现在这个大龙BUFF被带身上 这个之后感觉TSM 还可以好好运营一波 回去蓄力一下 感觉可以上高地 是 还有下一条小龙刷新的 又是一条疯龙 但大龙BUFF时间应该不够了 差不多还有四分之一左右 下一波的高地 估计也不太会推 先要吻一下 还有一个50秒的大龙BUFF 就看一下上路 久等把线带了之后 他们还能否赶到50秒这个时间点 然后结合去上路找一下机会 想了一下是回家吻一下 现在双方在这个点的情况下 来看一个经济装备情况 其实运力后这边C位的装备也不差的 伤害也是有的 看他们能否找机会吧 那对他们一个团队的开团点 还有中期打团的一个控制点太为重要了 可能差距比较大的就是 两边打野的装备现在差的也蛮多的 差距真的是有点大了 因为盲森你看他现在装备是既有伤害又有坦度 他进去开团他不一定会死 这其实就是盲森开团一个代价 但是他现在代价其实感觉会负得有点低 还好现在是没闪现 前面大龙BUFF刚用过 W定到了 但对方也利用一个位移看到 确实在侧翼之后 也不敢太多的集火这个酒桶 现在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尔森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球位置很鸡贼 看一下得注意好了 中了飞机 但是直接推塔就可以了 对 比尔森的球一直挂在这个位置 就真的 八条的球在前排的影响力太大了 但是前面其实我就想说 要当心飞机的这个消耗了 其实可以看到现在飞机消耗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的 你看这一波四枪过去 这一波四枪的这个伤害 就是九桶一打 就是九桶一打 这个九桶的血不减反 不减反针 这兄弟 就其实靖 好气啊 真在烈士局中 他的一个作用太小了 他现在的装备不支撑于他打前排的一个能力 因为九桶现在连石像鬼石板甲都出出来了 其实靖他打前排能力就很弱 他就是一个功能性AD 而且他需要补子弹 好在有一手飞机补足了他们一个伤害 真的 而且好在飞机的伤害下还可以 这边发条拉了个空空 但是没关系 后撤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要再开团了 还要开 九桶一上来接秒了 还是你的塔姆 定到塔姆之后赶紧往后拉 九桶开启石像鬼 这个板甲冲在前面 毛森上来 但是自己的血线有点低了 这一波直接拿水晶 是 这个想是回旋踢的 但是是送了对方一脚 是的 TSM还是很很稳的 兄弟我不杀你 你赶紧走吧 我就要推你下路高地 是 我怎么感觉SARS的表情有点 就走下脚 感觉感觉要哭了 是的 他真的是已经想尽力carry队伍了 对 对 刚另一步下路团队的一个回放 他们这边是把一技能交掉了 然后就能够配合垂石 那瞬间就直接秒掉 就这样打野一倒 然后在简约的情况下 而且纳尔大招是用来反手推人 而且是没任何的伤害的 是 就等于是技能等于是全空了 他们想法不错 在看他发条拉拉空大之后 率先的拉尔其实是想过去了 但是对方后撤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有垂石可以给灯了 对 这够也没中 芒森直接从侧翼W摸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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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zenly 给 中国 熟组 TSM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的话也是最后谨慎那一刻推水晶了 这里的话螳螂再度倒下 无力回天 那再伴随着最后中单飞机的落幕 也是要恭喜TSM2比0赢下第二场比赛上 是的 那现在TSM成功拿到了自己的赛点 两场比赛都是一个30分钟 怎么说呢 就有点怪怪的 就其实两场来说 前期多少unicle of love这边是有些许失误的 但他们的失误其实还不能说足以致命 但却被TSM抓到了恰到好处 是的 而且其实这一场的话 TSM在前期的一个打野的一个入侵的决策上做得很好 我们记得今天条很深刻 就是那个double left是牺牲了自己的闪现 然后打破了对面帝王开局的一个节奏 然后后面你就发现螳螂就是一个单buff开 盲森的选择方向是刷完了野之后 自己家的一个蓝buff是没有拿 然后直接到那个石头人的地方 刷完石头人立马去包下 那一波月塔其实我感觉UNICON真的要好好学一下了 而且我觉得TSM他们这个下路的决策 在面对对方的一个蓝buff 对方一个蓝就是在蓝色方 然后一个打野堂囊的情况下 因为打野堂囊在现在这个版本更多的 基本上都是会用队友去帮他一个帝王式开局 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是真的是可以让就是各大球都可以学一下的 是的想法 对而且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到了后期节奏稳定下来之后 那飞机也没有再看到过自己的蓝buff 包括唐兰也没有再看到过 然后中路比尔森一直稳定的一个发育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期等级很低的那一波月塔 今天印象很深刻 塔姆才一级 静才两级 那波月塔之后 静的一个节奏全部都紊乱下来了 Doublelift的补刀一直是压制着他的 是 我觉得之所以下路有那个月塔的机会 是因为静在线上太磁铁了 对 他线上直接被勾了两次 直接选量已经见底了 所以才会给TSM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对 而且我还要想到一点就是 还有一波奔盘的点是在于 他们下路抓酒桶的一波 就是那波抓酒桶 TSM应对最好的是什么 他们选择直接是推上路以及推中路 然后把上路二塔给拔掉了 然后中路和上路二塔一拔 意味着上半区也去 包括说大龙那块的视野 全部都给TSM给抢光了 对 所以说之后的整体局面 就是感觉Unical of Love 他们上半区根本不敢去 一去就被抓 然后之后的局面完全是压在下半区 但是打团又打不过 是的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恭喜TSM 获得现在的一个赛点 首卧赛点 那Unical感觉 两场都是在这么大逆风情况下打下来 心理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而且